《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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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視的最恐怖一點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他現在是怎樣 看見陽光,會不會被人打? 就好像一個人突然消失了 這種感覺是很得人的 人都沒見到 1月20號馬上被帶走了 到現在都快半年了 我們又不懂法 我們怎麼知道 它是個什麼樣的罪名呢 按它這個罪名的話 是三年到七年 其實有時候 正常晚上會做夢 夢到來就換出來了 1月20日 2月20號馬上被聖割 武蔡王城 我今天跑步是大套跑一萬里 營小禮自由活動 我打算累計跑一萬公里 呼籲大家去關注他 被人被囚禁了這個問題 他是因為幫助陳弊病工人維權 所以現在被公安抓走了 大套的丈夫危致立 是獨立媒體新生代編輯 一直報導湖南陳弊病工人維權的情況 三個月前 她丈夫因為尋釁滋事罪在廣州被捕 後來轉為監視居住 連家人都不知道她下落 大套唯有在國外的社交平台 呼籲大家關注她丈夫被囚禁的慘況 到了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已經用盡了很多辦法 現在就剩下我自己的身體作為戰場 每天都會跑 到今天為止我已經跑了34公里 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對於我這個藥雞來說 已經是很厲害的 今天拍攝的應該消失的是性騷擾犯 應該消失的不是那些為了大家不再受保力 以及歧視而抗爭的人 包括我們所有的女權行動者 老公行動者 其實我們也不是一個想結婚的人 如果是要自己的家人 即是父母來跑的律師和手續 實在是太慘了 我們就覺得不如我們結婚吧 萬一有人被捉的話 我們就自己去跑 這張就是當時湖南的陳廢病工人 來深圳維權的時候 遭到很多打壓 魏志立他有一張牌寫說 陳廢工人是城市英雄 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當時那個狀況真的很慘烈 很多工友他們拿不到賠償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辦 今年一月初 過百名湖南陳廢病工人 到深圳市政府大樓 要求商討賠償問題 遭受警察武力鎮壓 魏志立一直報導這班工友的遭遇 向他們提供法律意見 比較震撼的是他們在信訪局 打地鋪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這一種不公義的現象出現 現在正是陳廢病工人 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勸他 去逃走 去袖手旁觀 罪名是尋釁之時 對於很多維權 這些工作者來說 是很容易用尋釁之時這個罪 把我們做進去 它是一個口袋罪 你做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我現在都不敢奢望 什麼時候放他出來 我只希望他在監視居住的期間 不會被人虐待 不會被人剝奪睡眠 可以見一下陽光 做一下運動 不要傷害他的身體 是 現在這個希望真的很卑微 現在這個希望真的很卑微 這裡 是一個人的媒體上的雜誌 工人 中國工人 十年前 中國工人登上時代雜誌 連到人物第三位 肯定了他們在金融風暴中 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而蕭鴻霞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那時候都不知道 那個時代做刊是少玩意的 他說我們那個時代做刊 周恩來上過 鄧小平上過 李宇琛上過 我作為一個工人也是挺關注的 沒有誰做得出來 只要我們做得出來 報導一出 內地媒體增相訪問蕭鴻霞 這次經歷令蕭鴻霞 反思女工的處境 於是她在2011年 成立時代女工服務部 鼓勵女工關注自己身心健康 那時候我們跟醫院那邊 也有正常有合作 約這次女工講課 就是在同住的時候 要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發生了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處理 就是正常做這一塊的培訓 這麼多年來 時代女工都註冊不到 成為合法的民間組織 蕭鴻霞開灘 因為政府主管單位不肯做擔保 他們想註冊都不可能 所以搞活動時要事事小心 然後你沒有註冊的話 你如果說人家來查你的 會怎麼樣你就非法的嘛 比查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自己也知道底線在哪裡 就是你現在來說的話 就比較低調吧 底線是在哪裡 底線的話像我們一般 就只做心情健康 蕭鴻霞這麼謹慎 因為她看到前夫張志余 這十幾年幫公有維權事 面對的打壓越來越嚴重 五個月前 張志余還因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捕 就是說調查她以前的事情 以前她不是做老公嘛 然後基本上接觸的都是工人的 一些腦子糾紛 就這些案子了 張志余曾經介入過多宗工人維權案件 當中以五年前的御元鞋廠事件最轟動 員工不滿之方 未為工人購買竹額社保 而醞釀幾萬人大罷工 張志余協助工人維權 最終備旅遊三天 與工人斷絕聯絡 然後過了第二天 我說再找不到 我要去報警了 你失蹤了 第三天她就打了一個電話回來 她就說她去哪裡了 做這個工作是她的一種理想 她覺得就是說 站在他們這個位置的話 可以幫到工人 你五個月來 蕭雄夏連張志余的一面都見不到 剛才去看守所查一下她在看守所的那個賬號裡面的錢 就是生活費啊 還夠不夠 人都沒見著 然後呢1月20號馬上被帶走的到現在為止 都快八年了 因為她身體一直不好嘛 她有高血壓 然後她的胃也不好 有胃病 其實擔心一個就是她的心體健康了 還有一個就是她這個案子什麼時候能有個結果出來 但是擔心也沒用啊 我們讓我們走 來到我們的這裏 你去看守所謂的 還想想想想想想想 從來沒有歡呼聲加冕 勤勞未可得到幸福 勤勞未可得到幸福 浮沉在社會底柱 勵盡了嚴迫心不死 这首歌叫《爱的征战》 它有点像我们的恋爱主题曲 不只是恋爱 更加多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然后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 去帮助到其他人 去令到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和正义 大吐的丈夫危致立 因为帮助陈飞病工人维权 帮他们在网上发声而被刑事拘留 而大吐本身是内地活跃的女权分子 七年前她有份发起占领公刺运动 用行为艺术宣扬性别平等 成功促使政府改变男女公刺的比例 火红的女权运动在2015年受到重创 大吐原本计划在巴士站派发反性骚扰贴纸 行动未开始就被捕 罪名同样是沉印之事 被囚禁了37天 几乎每天都会出去提審 有些会一天提審三次 问有没有境外势力 被认为是不稳定因素 当时是很害怕的 跟其他的烦人一起运在那里 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 所以当时就不停在那里哭 这几年 女权运动陆续遭受打压 大吐唯有转移在网上发表反性骚扰文章 不过因为声门丈夫危之立 他的内地社交媒体账户也被封锁了 我现在尝试登录我的微信公众号 一打开就会看到它说 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确认 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已被永久封禁 那些受害者发声的文章亦都不见了 现在在收拾东西 要准备明天搬走 因为警察跟我说 要搬回广州 否则可能会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对,是很没安全感的 常常都会在睡前 一听到声音就会觉得 是否有人来敲门 是否要敲门来捉人 到了现在,无论是女权运动 还是整个社会状态 跟以前都很不一样 无力感非常大 我们又找过检察院 又找过公安 再去上一级部门 就好像没有一条有用的路 可以告诉我们 究竟如何才能够救出来 是往里面走吗 在那里 帮东西上来有点辛苦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对 在深圳这么多年 包房子不知道多少吃了 反正帮家的话 这种习惯性的来 反正两千块以内 一千多一点的这样就可以了 对 在内地 维权人士被警方或业主逼迁是常态 少洪霞说这十年来 因为前夫张智瑜帮工人维权 面对不少打压 曾经在一年之内被逼迁十几次 我就是想找公司 帮来帮去,然后转学转来转去 对孩子来说 他哪里会按照新来学习 有时候讲起来当笑话讲 但是有时候回想就来挺新装的 就觉得在外面 连个楼角的地方都没有 整天就飘着了 然后就像你说的 大人还无所谓了 像我们 坚固一点都无所谓 你说小孩子 我真难受的就是 我说那个大的已经比我们毁了 我说 这个小的怎么办 小红霞在四年前和张智瑜来了分 大仔去了寄宿,小仔就和他一起住 五个月前,张智瑜因为罪纵扰乱社会秩序被捕 小红霞兴幸,小仔母因为爸爸的事受到打击 你哥,你哥,你哥发信息出来了 看他今天干嘛 你们现在是不是要吃饭了呀 这是他们学校里面 这个是他 他觉得他爸爸做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 然后他一直很崇拜他的 他说我们又没上场换活 又不会胖死刑 胖什么,光几年就出来了 他这样说 我说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伤心 我说 在干什么呀,张智瑜 我可以啊 自然反忆,来吧 在我的地盘上,我无可匹敌 嗯,两颗手雷好像并未经历 你没有想爸爸了 是啊 嗯,想他什么呢 嗯,他在打什么 和我对站进来分析 为了生计,萧鸿霞开过网店 又在去年开始做家政服务中介 但是生意很差 是什么季报表、月报表 然后你会在这里 零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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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蛋 零蛋,零蛋,零蛋 全是零蛋 因为没有营业额嘛 至少人家打了这么多年 人家省了一点钱啊 我们啥都没有啊 想着还要借钱高充生 看不住吗 嗯 看不住也要看嘛 根據內地法例 被捕人士在未判刑之前 有權見律師 但是張志愈在被囚禁四個月後 才第一次見到律師 見到了? 見到了,我問她是怎麼回事 我問了她,我說你這些事情 你是怎麼回答的? 她說我都沒有人追 我這些事情沒做錯什麼 我們只關心她的人身安全 心理健康 然後她什麼時候能出來 他們給她電的罪名 是巨重擾萬社會秩序 是吧? 對 這個罪名是三年到五、七年之間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 就是覺得 我是在做一件正義的事情 對吧? 不管是對社會 對政府 對個人來說 其實它都是一個好事 碰到這種事情之後 咱們就會想 這樣做好事不由意 抱歉家怎么样 好 妈妈 她爸爸做老公为权的 对着不少人吧 像我们的车子会有人把玻璃砸了 车胎砸破 还有把那个车子玻璃上破了油漆 说实话都搞成这样子 我说还让我儿子去造这份罪 算了吧 我的儿子不干那个 上个月尾 带兔离开内地 再转机去外国交流 他说即使身处外地仍然惶恐 起码不用担心 晚上睡觉被人敲门 但虽然我也觉得可能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听过在香港 有人被人捉走的事 一路跑一路在想 他就快生日了 很希望他可以出来过生日 今天跑了第九十一公里了 今天写小危 我顶得住你也要顶住 其实我每一天都在这儿害怕 迟早就被人困起身 不让我再说任何关于危自立的事 尽管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很光明正大 就是害怕 现在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我都会害怕 我都会害怕 尽管知道自己的事 这是第一个十一公里 作词者 原来变得决定